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要随便做这三件事 每个人都希望遇到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拥有一段令人艳险的婚姻 但是再好的缘分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时没有很好的珍惜对方 用心去经营这一段感情 原非也会被消耗尽 但经营婚姻其实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门学问 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努力 想要夫妻关系和谐稳定 要记得关系再好 也不要随便做这三件事 一 吵架时不要随便翻旧账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里 有句话很经典 恋爱时 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结婚后 他们有吵不完的假 吵架几乎是美对夫妻的必修客 曾在直呼里看到过有个人提问 你曾在哪一瞬间想要离婚 问题下有个男人讲述了他和妻子的故事 两个人本来感情很好 可结婚几年 他发现妻子有个毛病 就是一吵架就爱说以前的事情 开始他没怎么当回事 但日子久了 他逐渐觉得有点烦 平日里 但凡他有点小错 妻子就开始唠唠叨叨 说一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有次他不小心忘了纪念日 妻子抱怨道 你就是这样 从不在乎我的感受 第一次过情人节的时候 你连朵花都不知道给我送 以前也从不给我送什么礼物 上次我过生日 你也是说要加班到半夜才回来 有次他忘了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晾 妻子又抱怨 你看你 连个家务都不会做 上周也就做过两次饭 之前我擦地扫地的时候 你也没过来帮忙 有时 他的脾气上来 也会和妻子定量去 他喜欢钓鱼 买了一根贵点的鱼竿 妻子看到便生气地说 你怎么又乱花钱 你之前花在钓鱼上的钱还不够多吗 他也不甘示弱地回道 你的衣服和那些包哪个是便宜的 你买包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贵了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最后妻子竟然脱口而出 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你 他也回了句 你以为我稀罕 结果两个原本相爱的小夫妻 差点吵到离婚 任飞生鞋 熟嫩无果 婚姻中 没有完美的一帮 每个人都会有过错 夫妻吵过几次嘴 红过几次脸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吵归吵 千万不要在吵架的时候 翻彼此的旧账 解彼此的伤疤 不管多好的关系 都经不起这样的相互伤害 在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张子怡就曾说过 她和王峰的夫妻相处之道 不管有什么矛盾 两个人在睡前都必须把事情解决 她说 当你有账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说开 不能把账留下来 只要你认为这是一个账 你就要去说 说完了这事就完了 以后就不要提了 夫妻之间不吵隔夜架 以后也不翻旧账 两个人共同迈过这道看 心里就会轻松很多 也会越来越亲密 正如网上的一句话诉说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常做的诀窍 就是别翻旧账 翻了又能怎样呢 不过是一个更难过 一个更恼怒罢了 二 生活中不要轻视对方的付出 曾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一位记者在街边采访了一个西装隔绿的男人 记者问 您好 请问您从事什么职业 男人见自己被采访 非常得意地说 自己是一名企业高管 记者又问 那您的妻子呢 男人得意的神色以下美了 略带嫌弃地回答 他辞职了 现在没有工作 是我养着他 记者又问 那您知道他每天在家做什么吗 男人想了想回答 没什么复杂的 就打扫打扫卫生 做做饭 洗洗衣服 哄哄孩子 剩下的时间就闲着吧 反正他也没有工作 生活中 其实常常能听到这样的故事 妻子埋怨丈夫从不做家务 不关心孩子 而丈夫却觉得 自己上班挣钱已经够累了 妻子整天闲在家里 本营保揽所有的家务 夫妻俩大吵一架 最后不欢而散 这便是丧偶式婚姻的悲剧 韩国曾有一个影片 还原了一个妈妈独自带娃的日常 生了孩子后 妈妈就完全没了自由 喂完孩子吃饭 妈妈才有功夫吃 还没扒了几口 孩子又醒了 因为长期抱孩子 手腕酸痛 甚至得了见翘眼 不得不贴上膏药 孩子生病了 恰恰遇上丈夫加班应酬 不知所措的妻子 独自抱着孩子赶去医院 最后因为着急 连穿错的拖鞋都不知道 一个人带孩子的日子太累了 丈夫深夜等着丈夫回家 却受到丈夫一条冷冰冰的短信 今晚不回来了 为了家庭类似利活 最后只换来了 其实那部影片 只是想告诉每一个丈夫 珍惜自己的妻子 为家庭付出的一切 在一段婚姻中 如果一方的付出被忽视 那么夫妻之间的天平 并会倾斜 走向无可挽救的结局 张小贤曾说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 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 也可以是 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 总让他失望 幸福的婚姻是什么样呢 其实就是两个人都能看到 并且感谢彼此为了婚姻 为了家庭的努力和付出 记得在之前一期综艺节目中 张欣逸和袁洪夫妻之间的一场对话 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那时候张欣逸刚刚生完孩子 还在不入籍 身材微微走行的他 失落地感慨 我失业了 我没有工作了 而丈夫袁洪泽温柔地安慰 你怎么没有工作了 你在为难 你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 这样的回答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的确 幸福的婚姻 一定是由两个人来共同经营的 夫妻二人 你懂我的苦 我懂你的泪 相互搀扶前几 才能共同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相反 若是一个人把对方的付出 看得理所应当 那么这段关系就会离破裂不远了 三 结婚后不要对另一半过度依赖 在婚姻中 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 总以为结了婚 就可以不分你我 但事实上 婚姻里的两个人 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都还是独立的个体 之前在新闻中 常常能看到男女双方在婚前 为了嫁妆和彩礼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不欢而散的事情 在这样的事件中 女方大多认为 我是要跟你一辈子 为你生孩子 照顾全家的 你怎么也得给我后半生的保障 但其实 两个人结婚 并不是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 依附另一个人 奇葩说中 经济学家薛兆峰 就曾运用他的视角解读 结婚就像搬家族企业 而前级婚证 就是前一张终身批发的 期货合同 双方要一起拿出自己的资源办企业 也许会有人觉得 这个说法太功利 可他也让我们认识到了 长远而稳定的婚姻 其实是一种建立在深刻 理解之上的合作关系 完美的爱情中 并不是一个人磨灭自我 完全去依赖对方 而是两个人彼此欣赏 势均力敌 前段时间大火的电视剧《知否》中 女主角明兰就是用这种方法 经营自己的婚姻 她在嫁给顾廷叶后 虽然知道自己的丈夫是真心待她 却没有过多依赖 而是独立自强 靠着自己的智慧 以一己之力掌管家业 谈起婚姻的相处之道 明兰颇有心得 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善 凡是最好不要太指望人 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 实在要指望 也不能太多太神 指望越多 难免会失望 失望已多就生怨怼 怨怼一生 仇恨就起 这日子就难过了 虽然是每天同床共者的夫妻 但是就算你们的感情再怎么好 也要有一定的边界感 不然这场婚姻迟早会变成一场灾难 确实 我们决定和一个人厮守终身 不是为了牺牲自我去讨好别人 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所以爱别人之前 要先懂得爱自己 珍惜自己 总而言之 好的夫妻之间 要彼此尊重 彼此包容 理解对方的难处 珍惜对方的付出 要保持亲密 也要保持自我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严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